交通秩序 全民攜手把關 共同維護交安 內政部警政署 大家好 我是說 我現在在考慮年 又接觸時 我們是否有尋常 在出現作秀 我們是提供的證據 是原因的 健康開啟 我們開啟的結果 是用心 早在提供實行診療 我們是 下期試驗站 讓日療站所 由心臟學徑 模式現場 評估空音 心臟學問問你 你還沒哈佛 流行五歲最少 模式慢性評理的條件 評估快率 是利控評度做個 模式這般整體會治療做個 強益遵照 日線公認識做個 提醒你 我會站所有世界 給第二代 日根保護學業 科技減切卡 模式減切片 沒錯太重認輸共起 同學對報道的世界 助同同地 科技中心結構 照顧其他 讓報復佩因 日方社助三文 將會做封建 封建 操盘战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操盘战将 今天大盘上涨了86点 可是就很多的观众 就很多的投资人而言 我感觉不出来今天上涨86点 没feel 没有感觉 为什么 因为今天指数涨 但是很多股票都没涨 尤其是你的股票都没涨 尤其是你看那个投顾节目 你看网络上的节目 你听他们买的股票都没涨 都在历次往下跌 挂了 各位 我跟你讲 这可能会变成常态 我现在要跟 应该是说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先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先跟 你可以怀疑我 你可以质疑我没有关系 但是 我的盘感 然后我所知道的一些资讯跟我讲 就是说当大盘未来要往上走的时候 你的股票 应该是说很多的股票不见得会往上涨 因为它会变成是一种 是一种个股表现 所以你会觉得说今天盘虽然上涨了 连涨三天 但是很多人是觉得说 没感觉 我的股票都没去 你知道这阵子很多人在 问我一些像 像星星啊 或那个 不是她 也不是她 突然忘记那个代号了 南电代号多少 没记了 好 没关系了 紧缩 星星 各位啊 你看大盘连涨 他们都没有怎么涨到 未来有很多股票就会这样 我不是说这几只股票不好 真的啦 我不是说这几只股票不好 南电 对 想到了 代号 我不是说这些股票不好 他们公司体质很差 不是不是 我们用那个仪式 而说 而说现在市场上的资金焦点 不在那边 他们没有在里面 其实除了他们以外 还有很多股票 他们也没有在里面 所以接下来选股很重要 当然啦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对这个盘 其实 我的习惯是 我在我的节目的前半段 或三分之一的一个节目的时候 就是我先跟各位把趋势啊 先定位定清楚 那个立场先说分明 比如说美国股市 像我昨天跟各位聊 美国股市就是这样 那个多头讯号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只能讲了 各位 在美国要升息 不管他升三码还是升两码 美国要升息的 在升息前 美国股市居然会这样止跌往上涨 这代表升息 越靠近升息 那个议题已经淡化了 对美国投资人或法人而言 无感了 够了 可以了 因为我已经反应过了 鲍娥你在谈话 你在怎么阴 不是阴险的阴啊 是老阴的阴 你在怎么阴派发言 或者是什么说话 美国股市已经该反应了 都反应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美国股市要重回多头的怀抱 美国要重回多头的怀抱了 如果你还看不出来的话 低档的红三冰 那我们再看到台北股市的 昨天的这个导动导状反转 也非常的明显了 所以你看台积电 对 今天先拉全值股 最近先拉全值股 先把形态由多 跟着由空转成多 再来谈一些股票 所以你会觉得说 最近你的有些股票好像不会涨 应该是说 我认为会涨的股票 或者是我的股票 我看好的族群股票 这几天有点在拉回 或者是在休息 那是因为要先让全值股 先让全值股动一下 把形态转成多方结构 多方架构之后 因为那个成交量 我们现在成交到1800多亿而已 量是没办法到22002500嘛 所以资金有限的状况底下 先让全值股 把形态 把大盘由空转多完之后 中小型股 那就有趣了 中小型股 就要 发光发热了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磨刀祸祸 你知道吗 摩拳擦掌 中小型股 哪些中小型股要准备大标特标 当然你可以去做存股 不过我说实话 我最近看一些财经节目 在聊那个存股 存股啊 好像把那个股票当那个银行定存在那里存 存什么 存台积电啊 存金融股啊 存台硕士宝啊 请问你们会不会存股 你们会不会存股啊 他们不玩 他们不玩这个 那个是骗小知足 小知女 给你们一些安慰的一些言语包装一下 来存股 买个零股啊 存一下啊 对不对 现在一万四块一万五千点了 如果你存股存到现在还没有赚钱的话 现在是一万五哦 是突破12682的一万五哦 你实际上在这边要存股哦 我们没在存股 我们要赚资本利得 我们要赚资本价差啦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有时候媒体在那里形塑的一种 好像讲得好像有点言之有误 好像有点大道理的那一种讲法 冠冕堂皇 有时候我听到也是觉得 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 可是你实际上是去观察 你仔细去深就 哎呀里面错误百出啊 漏洞百出啊 我才不会去存股呢 神经病 因为存股存到最后那个 讲难听一点啊 会存到负资产啊 负的资产啊 你信不信有你啊 其实很多人很多投资的你们心中都有感嘛 你的股票是不是也有抱着存股的概念 我买了长期投资啊 但是长期投资到现在为止呢 指数来到一万五楼 请问你的你的资产有大幅度的增加吗 就像之前人家讲的那个长茸阳明望海 对不对 哎呀我还当存股好了 哇长茸阳明以后的基本面会很棒啊 哎呀 对不对 不要存股啦 买标股 买会涨停的标股 所以你们的心态要改变 好 来我们先整理一下 前半段 我刚刚所讲的是美国股市跟大盘 我方向先确立 方向往上开 多头要开始了 因为美国升息了嘛 这个利空已经影响不了美国股市跟台北股市了嘛 所以升息议题摆一边 哎如果如果升息两码的话那不得了 假设如果升息两码那股市绝对会大涨 会大涨特涨 你知道吗 当然啦可能升三码的几率比较高啦 但不管如何啦 升息的议题可以摆一边啦 我们接下来要好好的选股 因为方向要往上看的 多头重启发球权 他再度掌握发球权 但是股票不一定 各位股票不同喔 你现在要谨慎选股喔 现在不是所有股票都可以买喔 像我刚刚举例那些空头排列的 不要碰啦 你知道最近有人问我那个 穩帽 有人问我穩帽啦 我就跟他讲啊 那你就看一下这几只股票 哎呀 题材啊 各位啊 题材 题材现在不在那边啦 在哪里 在哪里 两个月前我就跟你讲的 在这些啦 真的啦 我昨天跟你讲的航太 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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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段VCR 导播 这个 每次股票 上个礼拜 17月13号 公开 公开保一 然后我7月15号 隔两天 我就跟你讲这个 因为我说实在啊 资讯 你知道吗 我的资讯跟你的资讯 是有时间差的 我拿到的资讯的来源 跟你的也是不一样 因为我是从这边拿的啊 各位 我是从这边所知道的 可是你是从这边知道的 我是从这里知道的 所以我跟你的时间差 也许我们的技术面 也许我们基本面 研究的差不多 也许我们功力差不多 但是不好意思 我们消息面不一样 因为你的消息面在这边 我的消息面是在这里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跟你讲 我的资讯差 你来拿我的股票 因为我股票的 里面的第一手的情报跟消息 很厉害啦 真的啦 昨天涨停啊 今天又涨停 连续涨停版了 虽然他整理了一段时间啊 这支股票我也在我的网路节目 又有跟各位报告过 真的 拿我的股票 跟你去报别的分析师的股票 那个下场 那个差好多啊 真的啦 各位真的 那个下场真的差很多 你拿别人的股票 跟你拿我的股票 我跟你讲 那个是两种不一样的结局 你知道吗 我没有骗你啦 真的啦 你拿我的股票 跟你拿别人的股票 那个真的差很多啦 我没有骗你啦 可是有些人不听劝啦 有些人就死脑筋 脑筋打结 或者说 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那我也没办法 人家 人家 观众或投资人 要用拿他的钱 来去 来去试 我也没办法 真的啊 因为我只能用我的实力 或者是用我的一些股票 来做证明 因为我要跟你沟通嘛 我要说服你说 我的股票很强 你报我的股票 是很稳的 好啊 证明啊 证明啊 这你要证明给我看啊 慢慢看 好不好 你就慢慢看 你就慢慢看 但是你用看的 你赚不到钱 你要来拿 就如同你拿我的股票 就如同我昨天公开的这一支 你来拿 9月5号你来拿 你来拿我的股票 你来试试看 为什么你拿别人的股票 你去看别人的节目 跟我 你看我节目差在哪里 我跟你讲 网络上 我很早就知道 网络上有一种 那种财经节目 就是说 你每个月缴 399还是499块 然后你就可以在网络上 看到他的一个讯息 看到他的节目 这样 哇一个月499 很便宜 或399 各位 你想用499块 一个月 然后你就可以赚到几十万 几百万 甚至几千万吗 有那么好康的事 一个月只要399或499块 你就可以赚到几百万 你的股票就可以赚到一倍 然后你只要付499块或399块 你就可以做到了 就可以赚到一倍 我只要你们给我399 499 我就可以给你一倍的股票 哇这么好的事啊 那台湾每个人都是 可能吗 可能吗 你不要因小失大 很多的堂上都是这样 因小失大 哎呀 便宜的 免费的更好 对不对 像人家听到分析师 堂上在讲 这支标 要击笑啊 这支股票标 准备标发疯了 这支股票准备喷到外太空了 这支股票可能会涨到 不知道哪里去了 结果没多久 蹦下来了 被人家出货 而不自知 我没有点名谁啊 我只是说 你自己要判断嘛 因为你是免费在看 投顾节目嘛 比如说你在看我的节目 或看别人的节目 你是免费在看的 可是免费的最贵啊 免费的最贵啊 你知道吗 所以资负 你盈亏你要资负 你也不能怪分析师啊 因为你是听他的话 受他的股动诱惑 你才跑进去买嘛 对不对 可是你没有在低 好啦 以我为例好了 我的股票 我是叫你低时间来拿 我不是叫你等到我公开才跑进去追 当然 不是 突然忘记代号 我昨天开的 我昨天开的 老师 我昨天还在讲 我说这次股票会不会像北极星 开完之后隔天打下来 搞不好有人听我这样讲 还跑去放空 打上去跌下来 快来扛喔 最后一盘 我不知道 这不是我的杰作 这不是我的杰作 这不管我的事情 我先声明 我先声明 我只能说 你9月5号 你看到我的测标 然后你相信我 然后你看到我这支股票的这个资讯 你愿意在第一时间来拿我这个资讯 来拿我这支股票 9月5号打电话进来 9月6号 你去买 9月6号那天成交1万张 你不要跟我 你不要跟我讲你没买到喔 1万张耶 怎么买都行啊 买10张20张50张100张 随你便 你开心就好 你高兴就好 你怎么买 爱怎么买 你就怎么买 那天成交 收盘价114 今天多少 151 9月7号 9月8号我没开 9月12号昨天 我上面写什么 老师 这个测标 怎么跟你今天这个测标 一模一样 对 一模一样 我们来验证 你可以等我公开 没关系 你也可以不打电话来拿也没关系 你等我公开 我们来验证 但我要跟各位其他愿意打电话来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今天来电是先坐在脚上 不是让别人来帮我们抬脚 你们是先坐在脚上 是享受被人家抬脚的乐趣 要不要 一句话要不要 这一支 资讯的时间差 就是那支常胜的配方 资讯的时间差 就像这一支 资讯的时间差 为什么他们能够常常赚到钱 很简单 因为你看到的资讯是在媒体给你的 而我拿到的资讯是在这边 要不要 你要不要这种的 还是你要看媒体 那也OK 反正网路上财经节目那么多 有的还收费的 399 499 那个电视上的投顾节目也很多 晚上8点钟的 飞叉电视台 东叉电视台 9点钟的 也很多 你也可以去看 反正免费的不用钱 可是你能够从那些免费节目 而能够赚到大钱吗 他们跟你讲的股票 真的能够帮你吗 其实我有时候也在看他们节目 奇怪 他们讲的节目 怎么都没有这些股票 他们都不会叫你去买 也不会去推荐 我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没有 他们你的老师 或是别的财经节目 都没有这些股票 是看不起呢 还是对这些股票没有研究 不熟 还是说对这些股票 此之以彼 没听过 还是说这只股票 好冷门 我跟你讲 每一家的电视台 那些财经节目 都有那种先入为主 好像自以为觉得自己很厉害 对不对 反正有固定的收视群 你们不看 别人会看 然后标榜一副很正宗的感觉 明门正派的感觉 但是告诉你的股票 几乎都在赔钱 我甚至还听过说 有人现在手上还有20档股票 几乎都赔 为什么 因为免费的最贵 免费的最贵 所以我跟你讲说 来 你跟情 跟好 我给你的股票 有时候 你慢慢看 你来验证 对不对 像金瑞 今天 再度标高 收盘站上 近期新高 从146标到151块 你觉得这是散户的杰作吗 这怎么会是散户的杰作 不会是散户的杰作 你也帮帮忙 怎么可能会是散户的杰作 当然不是 逸得赢家收获中 逸得赢家说 这一支少获完 就是不要涨停 老师 逸得赢家 什么人 逸得赢家 上次那个逸得 这一支股票逸得 不要到92% 这支股票逸得 不要到92% 然后我后来给各位一支股票 叫做逸得第二 逸得第二 叫唐脸 逸得赢家 狂吃筹码 然后吃完筹码 变成怎么样 你知道吗 变成这样 连续标涨停 50% 50% 这叫做逸得第二唐脸 然后唐脸涨完50%之后 我要给各位下一档 所以唐脸第二来了 又是逸得赢家 因为赢家 操作的股票 成功的经验 是会不断的复制的 因为手法一样 先吃货 少货 筹码在我这边 我爱怎么拉 就怎么拉 因为里面筹码清 赏户不多 对不对 所以金瑞 你看到金瑞 今天又在标高了 连续标高 各位好好赚 好好赚 怎么这么好赚呢 所以拿我的股票的人 今天涨86点 很有感觉 因为今天又在大涨 昨天涨停 今天又在大涨 所以各位 现在再来一支 有够来 这支会标多少 我不用讲那么多 你看我标题 白话文 简单就是讲 这一支 就是标涨停 测标你也看到了 信不信 我黄碟子撕开来 就是涨停板 我们再来验证一次 广告中的电话 各位 来电就有 来电就有 跟我们一起赚 涨停 一块钱 一通电话 就是标涨停 这支股票 来电 送给你 进广告 全球的情势 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 188专案 帮您翻转 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古事决胜 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超盘战将 我的股票稳不稳 台领 我的股票稳不稳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了 你拿我的股票 是不是抱得比较放心 买得比较安心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你自己去判断 真的 要不要来拿我的股票 各位 我的股票 很难昙花一现 跟别的分析师的股票不一样 上去下来 怎么涨上去就怎么跌下来 而且跌得更惨 我的股票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不好意思 真的 为什么最近很多人都要来拿我的股票 来找清俊 要跟在清俊的身边 人家已经觉悟 人家已经喜悟了 这一支 各位 就是雕掌 易得 不用了 不需要了 自己看 反正 来电就有好好把握 来电送给你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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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